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看来是要真的下手的 在过期的一段时间里呢 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事 也没有着急做出评论 因为什么呢 俄罗斯和乌克兰呢 在国家发展方向上越走越远 价值体系在分化 乌克兰越来越民主化 俄罗斯越来越独裁 2014年克里米亚问题 俄罗斯遭受西方国家严厉制裁 加上前苏联留下历史问题 民族自觉问题一直都在 所以俄罗斯一直就想入侵乌克兰 这矛盾他总想用军事手段来解决 在乌克兰东部边境地区保有强大的军事存在 过去七年一直都是火药为输足 那什么时候才能真的打起来呢 或者说冲突的程度有多大呢 实际上取决于两件事情的发展 第一件 俄罗斯有多大程度上接受西方真实的宪政制度改革 放弃独裁或者说放弃强人政治 你想 如果俄罗斯选择了与乌克兰相似的民族发展道路 都向西方文明转型 大家最后就是平等 基础上经济竞争吧 就不会动刀动枪 有强烈的价值观路线上的敌我矛盾 斯拉夫民族内部的矛盾 自己的恩怨几百年过来了 你慢慢渐渐化解 所以这个民族自觉的这个结果是放在桌子上 不是在战壕之间去解决的 那么第二要看什么 就是西方对俄罗斯用武力解决民族问题 也就是武统乌克兰这个野蛮做法 西方反制力度和决心有多大 我这么一说 大家自然就想到哪 就是中共对台湾的做法 是吧 有很多相似之处 台湾越来越民主 越来越投入普世价值 投入世界的怀抱 大陆却越来越独裁 准备左转回归文革 这像矛盾就会激化嘛 国际上对台湾的主权 台湾民众的真实的福祉 它对它尊重的 也是愿意去捍卫 这决心越来越大 这也就成为了遏制中共极权统治使用武力的关键 所以我说一直在观察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事 因为毕竟你想 克里姆林宫、白宫两个宫 我都不是很熟 是吧 他们最后做决策的时候也不跟我打招呼 所以呢 咱们只能观察已经发展到表面上来的现象 来判断这矛盾是不是激化到了非打不可的程度 那么观察哪些表面线上呢 主要是两个 或者说是两个信号 第一个信号是普京会不会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联手 发出对乌克兰共同军事行动的联合声明 来实现对乌克兰东面和西北面两个方向的合击姿态 第二个信号是什么 就是美国方面会不会发出终极威慑 什么叫终极威慑 或者叫做最后通牒吧 就是等于在外交上表达说 原来是关切 严重关切 现在是超越严重关切这一类不疼不痒的措辞 而是使用什么 将采取必要措施 而是包括军事行动来阻止俄罗斯入侵 这样与自己军事行动相关的表达方式 为什么要观察这两点呢 因为这两点在过去的几天里 迅速的达到了这样的临界点 这导致我做出了这个俄罗斯真的要动手的这样的判断 一会咱们把这两个信号展开来说一说 既然要动手吧 咱们先了解俄罗斯你为什么要动手 为什么是现在动手 是什么事情让他觉得忍不下这口气了 也发觉能出这口气了 在军事上叫什么 就是必须一战和可以一战 有条件打了 因为刚才提到这个俄乌关系 与现在的台海形势有多少有些类似之处 于是大陆不少这个网络杂音也传出来了 说运用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 然后美国要介入要陷进去 不可能两手作战这样的机会 中共可以对台湾动手 有了这么一个说法 因为这种说法的无知和对中国的危害危险程度非常大 所以我想呢 就今天围绕俄乌冲突做一个评论 这个时机就成熟了 今天该说这个事了 所以呢 咱们也来一个就是必须一说 和今天可以一说 咱们也来这个 就先说这两个信号 咱说第一个信号呢 就是白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动向 目前虽然没有传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与普京发表什么关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行动的这个声明 但是两个月前 2021年11月份年底 普京有一个大动作 就是跟卢卡申科签署了联盟国家一体化法令 就是在国家工业动员 经济宏观 然后这个什么移民方面走一个一体化的路线 这两个国家等于什么 拴在一起 完全绑定了 这个法令可以看作是全面对抗欧盟东进的关键文件 那么这个法令配属的军事协议 刚才说了工业 经济 移民 是吧 后边还有一个军事协议 非常重要 它配属军事协议就是针对欧盟的北约军事组织的一个大动作 其中最让人关注的就是 就是两国可以互相使用军事基地 说白了 白俄罗斯也没必要到俄罗斯使用什么军事基地 主要是俄罗斯那边 特别是俄罗斯空军 轮换部署到白俄罗斯的重点机场 这个内容非常让人关注 这什么意思呢 什么轮班呢 到这使用机场 就是俄罗斯的军队可以到白俄罗斯这个国家来站岗了 可以向前一大步 咱们知道白俄罗斯在这个俄罗斯和整个的这个北约东扩之间嘛 一个大国 所以它可以向前迈一大步 俄罗斯可以直接面对北约的军事力量 包括什么苏35战斗机、S400防空系统都可以靠前部署 西方不少媒体普遍认为说 普京这个动作有点恢复前苏联的架势 我不知道朋友们听了这句话有什么想法 我个人一讲 我觉得这是严重误判 甚至可以说是什么 是西方左翼精英媒体的故意为之 你想 俄罗斯、普京 他骨子里只是想再次辉煌 是吧 其实他们要比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 当然也包括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美国、欧盟 这些西方国家更清楚共产主义是多么糟糕 甚至是邪恶的一个人类糟粕 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媒体 把普京的这一系列动作解释为恢复前苏联模式 无非就是让西方政治力量因为冷战记忆犹新 因为庞大的前苏联远洋舰队 巨大的可以穿破冰层 来到阿拉斯加美国门前的苏联台风核潜艇 而重新感到恐惧 既然对俄罗斯恐惧 那是什么 就对俄罗斯重新树立敌意嘛 这种宣传是跟现在的美国国家战略配合的 大家想一想 你这么做 你把普京的行为说成是恢复全苏联 谁最高兴啊 在这个事里面 中共嘛 是不是啊 让美国的力量去打击已经解体了共产主义机制的俄罗斯 却放过真正的共产主义存在的中国 放过的如同变种病毒一样变种的共产主义 也叫做中国特色共产主义嘛 好任由西方大资本家继续与中共合作赚钱 而中共呢 可以继续避免西方的正面对抗和打击 苟延残喘 甚至回过头来让西方国家变成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吧 成为共产主义新的宿主 让共产主义变种病毒在西方蔓延 刚才说了 这乌克兰 俄罗斯会不会打起来 第二个关键点是什么 就是西方的态度嘛 川普时期用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压缩俄罗斯在中东 在叙利亚 伊朗 约旦这些地区的存在 是吧 压迫甚至制裁像德国这样的美国盟友 他与俄罗斯搞个北海石油管道建设 是不是 制裁 这在律上就把俄罗斯做什么 叫对手压迫你的空间 但是呢 我不说你是敌人 你是合作对象 然后美国又给予俄罗斯同时给予它科技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这种做法说的简单点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把俄罗斯看作一个东正教的信仰者 那就是什么 培养俄罗斯内心中善的力量 同时遏制俄罗斯内心依然魔性的一面 那么这个拜登上台之后呢 立刻就把美国的2019年的这个国防法案里面 规定的把中共明确为最大敌手的这个战略定义给改变了 变成什么 变成中共是可以合作的伙伴 而俄罗斯重新又变成美国的最大敌人 你把它变成敌人 同时呢 却又放任德国等欧洲盟友展开与俄罗斯的合作 石油管道又唱通了 是不是 那你就可以换位思考一下 你美国这么一折腾 你换做普京 你会怎么想 你把我当成最大的战略对手 把我当最大的敌人 我要不做一个反抗的姿态 我普京在国内我能待得下去吗 我原来的战友是不是要说我太软弱了 我的政治对手是不是趁机要随时赶我下台 然而普京又感到好笑的是什么 既然你把我当成最大的敌人 你却又给了我可以卖石油发财不断壮大我的机会 是不是 它给了我用这个石油武器 来分化你西方阵营的机会 所以2021年白俄罗斯重要的一体化协议就这样诞生了 对不对 敌退我进嘛 所以美国嘴巴上硬 行动上软 正好给了这个执行力非常强大的普京最好的机会 那么介绍完这个大的国际背景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出什么 就白俄罗斯方面向乌克兰出兵呢 配合俄罗斯出兵就有了什么 就有了合法性 又有了国际纵容 是不是 就是说我刚才说的必须打可以打的条件都满足 那么我为什么说把这个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出兵 作为观察俄罗斯要真的对乌克兰动手的主要因素呢 第一 它这个动作排兵布阵 这东北合围吧 是不是 当然要比仅仅在乌克兰东部动手 对乌克兰的军事威胁更大 是不是 简单一看地图大家就知道了 我两面夹击是比一面来的要更厉害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不少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的 就是俄罗斯从这个白俄罗斯方便向乌克兰进军 有一个巨大的军事优势 大家知道这个乌克兰的首都是哪 基辅 他是原来这个斯拉夫族人 就包括白俄罗斯 俄罗斯 包括乌克兰人共同的文化首都 它是一个历史古城 历史古城为什么会有历史呢 人类在这里活动时间长 为什么活动时间长呢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富东欧最富饶的 地涅薄荷大平原的中心地带 有水有平原 所以乌克兰是欧洲的粮仓嘛 由此而来 所以经济上在这有优势 但是经济上有优势 城市地带最富有地区在这里 军事上呢 正好相反 地涅薄荷大平原 一攻难守 你没有山没有屏障 当年二战 德军古德里安寿命南下 放弃莫斯科转头打基辅 一个装甲集团军群 第二装甲集团军群嘛 配合南方集团军群 打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围歼战 苏联西南方面军整个红军 一个方面军全军覆没 光抓俘虏就抓了66万5000人 红军很惨啊 说的 在中苏珍宝岛战役之后 当时的这个苏联人 苏联领导人嘛 为了吓唬中共 土共嘛 是不是 我给你来一个看我们的坦克大军 在地涅薄荷搞了一次大型军事演习 那也是钢铁洪流啊 后来拍了个电影叫做解放 八个小时的电影 中共当时内部组织高级干部和军队团级以上干部观看 所以后来毛泽东为什么搞大三线建设嘛 就是这个原因嘛 害怕 苏联坦克一个冲锋就下来了 整个华北东北就没了 其实呢 那就是什么 在地涅薄荷大平原才有的一种战争模式 那么今天呢 咱们想也一样 乌克兰与俄罗斯边境冲突一旦爆发 你如果在乌克兰东边打 你打了就打了 对不对 那边什么俄罗斯族、乌克兰分裂主义者很多 乌克兰本来就头疼 是不是 本来管制困难 最后你打赢了 你拿走 拿走 我不要了 我不头疼 然后再加上西方国家一干涉 也许在某个点上就停下来了 就战争不再继续下去了 是不是 那么至于是割裂出去还是留下来 大家谈吧 但是从地涅薄荷、从白俄罗斯、从北边 乌克兰北部突进 这一打就是乌克兰的经济文化中心 而且俄罗斯的坦克占据优势 你弄不好 这失控了嘛 是不是 也就是说战争可以瞬间失控升级 你找一个旅籍指挥官 一个师级指挥官 他可能就把塔克开进你基辅了 这就威胁乌克兰最富饶的地区 甚至把首都基辅拿下 整个国际格局就发生变化了 所以这个动作在军事上就是达成什么 夹击合围 政治上意义更大 对欧盟和北约来说是个极具挑战性的战略姿态 一旦局面失控 欧洲灾难 甚至是影响国际格局的全球政治灾难 所以我说要观察这一点 是吧 因为普京他知道他在这方面布阵 在这个方向出兵 西方最敏感 所以他要自己在这方面出兵 就要冒最大的政治风险 如果不到最后摊牌不准备真打的话 是不要做这种布局的 是吧 那么情况是什么呢 咱们一看 我等着那个我说什么 让大家先看看什么 俄罗斯白俄罗斯有没有总统的 关于出兵乌克兰的联合生命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忽视了 去年就两国已经搞一体化了 这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土地上 驻军用兵已经有了法力准备了 不用再发什么联合生命 直接俄罗斯坦克开过来了 所以这个星期一 俄罗斯的坦克以重型装甲运兵车 已经通过火车出现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上 已经出现在与乌克兰的边境上了 所以咱们说第一个判断是否要打的信号 准确无误了 那么第二个信号 为什么要看美国的反应呢 刚才说了嘛 我克里姆林宫白宫我都不熟 是不是 那白宫他当然知道了 他可以掌握最新的军事政治动态 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个第一点判断 从白俄罗斯进兵 它的意义白宫当然也充分掌握 那肯定比我还要多一些分析 特别多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综合情报 他可以判断普京这个动作 到底是终极施压还是准备玩真的动手 如果白宫不再像以前那样说劝说呀施压呀 你再动动我就制裁你 而是直接说你要动我就干你 那么就等于告诉世界普京真要动手了 星期三 拜登在白宫 针对俄罗斯最新动态就发表讲话了 这是我看到的朋友们 是最糟糕的一份大国领袖的讲话 我跟大家说说 这是拜登说俄罗斯一旦入侵将被追责 美国和我们的盟国将迅速严厉团结一致的应付 这就明确表达了我说的不是关注 而是明确表达你要动我就干了 说白了就是等于是在做战争准备了 但是问题来了 我觉得这句话不是来自于拜登紧口说出来的 而是来自于白宫发言人对拜登说话的补充和纠正 为什么我说是我看到的最糟糕的大国领袖讲话呢 拜登在那说 美国的行动俄罗斯要承担的责任取决于他干了什么 如果是一次轻微的入侵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最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我们会在之间的发生争执等等等等 如果我们原谅一位这个老年痴呆症患者口齿不清 是可以原谅 但是这里面的意思还是听得清楚的 很明确 那就说普京如果可以控制冲突的烈度 那么美国也许就会作弊上官 或者是什么 直打嘴炮 重点放到这个战争结束之后 去争执去谈判上 你说这多可怕的一个发言 这多可怕的一个暗示嘛 是不是 白宫发言人普斯基很快做了纠正 但是我想普京自己他都是克格勃出身 那俄罗斯的情报部门会做出怎样的判断呢 想一想都知道了 是吧 拜登这样的出糗到底是出于身体原因呢 还是因为白宫高层就这么商量好了呢 美国就准备这么干的 他这一走神 嘴巴就说出来了 普京他是许诺伟大的俄罗斯 许诺繁荣的俄罗斯 影子都没有 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国内越来越乱 是吧 他就要铁腕措施打压舆论 反对的声音给摁下去 把反对派领袖现在都抓钱 叫纳瓦利尼嘛 纳瓦利尼前段还说呢 说你美国制裁这些将军干什么 应该制裁普京 普京在海外才存钱的 将军都没有那么多钱 那么现在这个入侵举动 尽管没有多少经济上的实惠 但是可以让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高兴一会儿 并用这种敢于与美国硬刚的形象来维系 他的独裁地位 关键的考量就是他要跟乌克兰打这一仗 他会失去多少 他的成本是多少 政治成本是多少 西方会不会真的全面阻止他 真实的制裁他 结果在这种关键时刻 白宫失言 是吧 这就无可避免的大大刺激普京的冒险决心嘛 所以我说这两个信号 对不对 一个白俄罗斯方向的这个布阵排兵 一个是美国方面升高时期对抗的表达 现在都具备了 而且还不仅是这两点具备了 而且因为西方左翼对普京恢复前苏联模式搞了一个舆论导向 再加上这次白宫又暴露出来的什么 一旦冲突发生 会有更多的宽容 其实你想 入侵还分大和小 入侵就是入侵嘛 对不对 就是对方领土主权的最大的不尊重嘛 就打起来了 还有什么大和小 一个连算大还是小 一个团算大还是小 你没有办法去判断了 所以这就是什么 已经导致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不可避免了 现在的考量就是西方领袖 到底有多少真实的团结来能控制这个冲突的烈度 但很遗憾 也看不出来 英国首相已经表达了说绝不出兵 法国总统说呢 咱们再坐下谈谈 是这个态度 普京都说我不跟你谈 跟你法国没得谈 是不是 都看不上他 要谈我跟美国谈 所以这个态度已经完全变化了 所以已经没有人能够真正拦得住普京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访问基辅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昨天在乌克兰就说了 俄罗斯会在很短时间内发起攻击 法新社报道分析人士说 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和布林肯之间的谈判 应该是列车出轨前的最后一站 你这话说的都已经很绝了 那么分析人士说 他说 我想除非出现美国投降 放弃乌克兰之举 否则现在任何一种军事选项差不多已不可避免 这种论调拿出来实际上就佐证了我的分析 是吧 其实白宫不是老年痴呆的表达不清 而是一不小心把内部商量的真话给说出来了 就是美国的真正态度允许普京出出气 这才是我刚才的担忧 刚才说了 蒂涅伯和这个特殊的战争之地 这个不是说你简单出出气 如果普京只是出口恶气 是吧 然后国内好操弄一下权力 也就算了 我就怕他动了真气 东西方对抗 在这个早有预兆早有预防 2014年到现在七年了都做了这种战争准备 东西方都在知道的 结果以不可控制的方式成为了突发热点 而这个冲突呢 又给了这世上真正的邪魔 也许又一个三年 又一个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生机 是 咱们现在回头 说中共了 这今天咱们不展开了 就针对国内民族主义高喊说 借此机会打台湾的这个说法呀 咱们就说说这些故事中的这些主人公普京和习近平 到底有什么不同吧 好吧 你那个股市的版本 你打的是乌克兰 这个故事的版本 他要打台湾 咱们先看看这两主人公有什么不同 因为说台湾的话题 我也说的不少了 同一个故事 朋友们 为什么有的人把它说出来 能演绎成历史故事 变成真实 另一个 他讲来讲去 他就只能讲魔幻故事 发生不了 习近平本人说过 他说两人有着很多的 心灵共通之处或者性格共通点吧 但是我从普京的言论中 没有发现普京对此有任何的认同 实际上 人们会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 讨论是因为什么 很大的原因 就是共产主义在这两个人的身上 和两个人执政的自己的这个国家身上 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 大陆党民还说呢 说普京到现在还留着共产党员证 普京说自己当初不是被迫入党 其实党媒掐头去尾 无非在欺骗中国人 不禁 留着共产党员证呢 所以跟咱们是一条船上的还是共产主义者 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实际上包括当下的中共 咱们看 有几个党员是被迫入党的呢 革命激情真实的共产信仰没有了 但是入党的实惠还在 党员不是被迫入党 为了实惠而去的 党员在社会中进入一条稳定的上升渠道 这就让很多年轻人向往 是不是 但是入了党之后呢 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说过听过太多的谎言之后呢 还能做一个真正的地道的不忘初心的共产党员吗 普京当初自觉入党 后来却能够清醒过来了 毅然唾弃这个党 2017年 在苏维埃成立百年的纪念日 普京参加了俄罗斯叫做受政治迫害纪念碑 在那参加这个揭幕仪式 他说 共产党在苏联的这个历史事件 出现在苏联嘛 是个历史事件 让俄罗斯的地位受到了摧残 让俄罗斯数百万人民死亡 所以我看呢 就是共产主义的烙印 在普京身上留下的是伤痕 他因此而痛恨共产主义 在习近平身上呢 尽管也是创伤 但是习近平呢 却一直误认为那是胎记 所以他被中共剥夺 你看教育机会 剥夺做人的尊严 他也经过家庭苦难嘛 父亲也遭到迫害嘛 是不是 他说是胎记 成了他革命本钱了 不是创伤了 说白了就是普京仅仅是一个独裁者 他是个典型的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承传者 习近平呢 则是一个被中共教育出来的接班人 是中华民族的毁灭者 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一个台上 甚至跑到一个电视框框里 不搞这个会线上会议嘛 为啥 完全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美国 但是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 俄罗斯天主教东正教的背景 他数百年是追逐融入欧洲文明 他寻找出海口的那份努力 让他与了有西方包括美国 有了共同的文化和文明追求 也就是说 他与美国这个目前最大的敌人 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竞争基础上的 是敌手 但是中共呢 中共是反人类 反神的 习近平骨子里 他不是跟俄罗斯那样去寻找出海口 而是把已经打开的海边的一个个的门口给关上 对于民族的未来 普京说他是俄罗斯的儿子 这一点我是相信的 是吧 他当然不要恢复苏联那个他唾弃的制度模式嘛 他是要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嘛 那么习近平呢 一个亲自指挥把民族企业砸烂 把自己民族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的饭碗给砸烂 他能说他是中国人的儿子吗 不是 他是玛丽的子孙 他要的不是中国的强大 他要的是中国人留在梦乡里 他要的是继续奴隶国人 成为他治理世界成功的一个个听话的标本 对于民族强大的野心 对于军事的科技现代化的力量 这个体现上俄罗斯跟中国差别也很大 俄罗斯很少说我自行设计 自行执照 你造就造了 是吧 你拿就拿了 他们相信科学的五国界 他们努力在西方的军事科技封锁中 走出自己的工业系统 虽然工业系统很落后 但是它是自成一体 是不是 所以现在很多非洲 中东 南亚 很多国家地区依然在使用俄罗斯的军事系统 军事武器 中共天天挂在嘴边的是什么 自行设计 那自行设计无一例外是逆向工程的复制和盗窃 天天说自行制造 从来都没有摆脱包括苏联老大哥的思路 甚至关键的发动机 是吧 飞机的军舰的潜艇的 很多关键部件不都是俄罗斯来的吗 再说这两人的区别 普京 是一个自己开飞机上天的普京 他张口说的什么 都是航线动扒动拐 挂弹多少 航速多少 那么另外一位呢 是坐在复制来的武装直升机里的习近平 那他张口说的是什么 你们要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你们要敢于牺牲 所以看得出来了 台湾的朋友你们还有担心吗 是不是 一个是西伯利亚真老虎 这边这个是什么 地道的纸老虎 是吧 所以呢 区别大致如此吧 这个苏联解体 习近平说 竟无一人是男儿 其实咱们想 打破自己的利益所得 甚至要面对人民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骂 甚至要被清算呢 这算不算一个真男儿的勇气呢 算 是吧 因为再委屈 再难过 毕竟他敢于面对自己的民族 面对自己的同类 对自己的审判 那中共的标准男儿是什么呢 他们能成为男儿的是 能对自己六四广场的学生痛下杀手 能对香港街头的年轻人痛下杀手 这是真男儿吗 不 非我足类啊 非我足类怎么能和人类放在一起比较呢 《江峰漫谈》 我们下回再见